2021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全球疫情肆虐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最难过的冬天 同时还有一个让所有篮球迷无法接受的消息打破了春节的寂静 科比布莱恩特在陪伴女儿打球的途中 遭遇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瞬间无数的球迷含泪悼念 来得太突然 自己的偶像遭遇劫难 不可同样受不了 但悲痛过后 他还是站了起来 这个联盟中如今最像老大的得分后卫 他知道自己要把漫巴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他把老大送给他的成为传奇 纹在了自己的右前臂上 他要把漫巴基因继续延续下去 打破那些流言蜚语 他开始了最为精彩的表演 在泡泡堂里的比赛 最后13场 太阳取得了12胜1负的战绩 科士已经为时已晚 其后赛的大门再次对他们关闭 曾经的肯打击好友拉塞尔远赴明尼苏达和唐斯 打兄弟篮球 我们也不得不怀疑 布克是不是应该去一支更适合他的球队 去追寻总冠军 可是科比的接班人不允许逃避失败 在哪里跌倒 就应该在哪里爬起来 面对质疑最好的方式就是击破他 依旧是那个不苟言笑的少年 修赛基 布克像儿时那样再次走向训练场 和以往不同 这次他带上了父亲 他的篮球启蒙老师 汗水和篮球交织在一起 倒就了夕阳下最美的镜头 洛杉矶凌晨4点的朝阳和菲尼克斯报晚的夕阳 描摹了一副动情的画卷 后级薄发的布克将迎来自己生涯迄今最好的赛季 詹姆斯琼斯担任球队总经理后 完成了一笔笔交易以来补强 这次他们把目标对准了克里斯保罗 太阳的历史似乎注定 他们将得到一位超级空位 从基德到那时 保罗将接过前辈的衣钵 给凤凰城的年轻人领航 共同去追逐那神圣的冠军 新赛季的太阳让人们眼前一亮 保罗来到后彻底释放了布克 同时也让埃顿打出了该有的表现 这个顶级空位 知道如何让球队有更好的化学反应 很好的串联球队 掌控节奏 太阳的成绩一路来到西部第一 可是布克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北京时间2月15日 肯德尔詹娜在前日节当天 晒出了自己与男友德文布克的亲密照片 此前两人拍拖 就让球迷感到震惊 这次更是一时几千层浪 众所周知 詹娜曾经交往过很多NB球星 无一例外状态都有所下滑 让大家对布克产生了担忧 如今的太阳风头正盛 在这个时候 布克的举动确实有些让人大跌眼镜 可是英雄江山也要美人 面对冷嘲热讽 德文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 给球馆按上了消灵器 行动总是胜过言语 给球馆